接下来是齐齐的夏天Jenny报导带您看此地原先的简单希望工程台东马兰国校 学校开学以后顿时热闹了起来 孩子们迎接新的学期拿到新的教科书 在学校跟书门之外他们能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广的视野 去年10月叶博亨 吴玉婷两个来自偏乡的孩子 一人一卡皮箱跟着老师从台东出发 走上了国际性的发明舞台 而他们出示提升的作品就是这个 为了跟外国人解说自己的发明 他们必须以一把英文先背得滚过烂熟 我已经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来参加发明赞 完全没有付费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硬被赚在就是我要飞起来 即使是身土天香要登上国际舞台也必被遥不可及 product name convenient toilet paper sheet dispenser the phone will she will not fall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kage 一卫生纸便可以抽 不可以让一整包的卫生纸轻易地抽到最后一张 或是一双鞋子加上一个扣子跟拉链 就可以快速地变成拖鞋 hot and smelly after wearing sneakers for a whole PE class I think it will be better to put out my slippers instead 孩子们这些无远复介的创意究竟来自于哪里 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改变成更好的 一直在动脑筋 就想怎么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天香的学校规模想 需缘少 没有专业的发明师资 也没有专门的发明教室 一切都是从你开始 老师为了典型负担 每样的成本都不到一百块 我的学生在台中 然后大家经济上也不是那么的宽裕 所以才要辈子能简单就简单 大概我们会去找的地方的五金行 美术材料店 文具行 天香学校没钱没资源 加上危险的校舍正在拆迁 上课环境更加客难 却没有影响到学习 时生共体时间 在走廊上 在校园里不停地讨论寻找创意 老师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这些 如果月底的 睡觉的洗澡或者洗澡 你在更熟啊 在人的高度 哦 素的高度 成像差距 让天香教育陷入困境 但天香的孩子不是不会 只是没有机会 发明没有很困难 没有想到什么好点子 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我觉得他们是自动自发 你去引导他们 然后你举了很多例子去诱发 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 让老师找回教学的初衷 让孩子找回上学的乐趣 上课气氛也会变得不同 今天要学的地方是德国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是这边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看到事情 一个小朋友出去比赛 其他小朋友就会开始羡慕啊 然后就开始想 我也有机会 所以就全班就变得很热烈 最终的关键 是要如何让孩子勇于求知 探索 放胆思考 做得为未来的教育 带来顾客萌业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力 才可能出现在台湾 这区未来的主动工事上 台湾来席提醒大家 拜拜